胡广端着厚厚的奏书,越往下看,心头越是发凉。 道研写下,依据对圣人之学的学习,体悟,总结,建议永乐地推行变法八册。 第一册,推广考成法,大规模整顿励志。 第二册,恢复荀子儒家武圣地位,调整科举内容。 第三册,彻底重新清账田姆,扩大推广胎义入母与化肥。 第四册,推行税制改革,建立税井总团。 第五册,宣传圣王之说,树立民族国家概念。 第六册,扩大国债发行规模,重建宝钞信用。 第七册,扩充青天间规模,监测天文现象。 第八册,增加礼部职权,重塑宗藩体系。 您是跟哪位圣人学出这些东西的? 要不是,道研老和尚不在他面前,胡广真就忍不住开口问问。 咱学的圣人之学不是一个东西吗? 学的不都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上书,礼记,周易,春秋,您还学别的了? 您这圣人正宗不? 内容太多,胡广没来得及一一细看,但是光看了第一条考成法,胡广就知道,这是来真格的了。 奏折里,导演建议永乐帝通过考成法对朝廷的各部衙门加强管理, 在京城内,要求各部门一旦接到了圣旨,必须在几天之内给答复,要么立个期限答复。 如果京城的哪个衙门觉得有意见,也应该赶快拿出个清晰明白的道理辩解。 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 怎么样才行? 然后,六科根据六部的答复,对相关事物进行监督,登记注册,直到事情办完才勾销,如果接到圣旨,超过期限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那么就要严加治罪。 而且,对官员的优劣考评,也是根据他们完成事物的效率。 并且,导演还有言之早早地引用了所谓的圣人之学的体悟,来了个优劣危机,用停成欲的八字口诀,用以量身定制各部门的考成目标。 胡广琢磨了一下,竟然还真发现,导演这所谓来自圣人之学的八字口诀,挺他娘的有道理。 清晰一学,突出一个简单好上手。 变法八策理,胎义入母,化肥,大民国债,增加礼部职权这些事情,胡广知道。 但剩下的诸如调整科举内容,推行税制改革,圣王之学,民族国家概念云云,胡广就完全不了解了。 朱高赤清了清嗓子,胡广也来不及细看,又胡伦翻了翻后面的内容。 就赶紧递给了后面的羊绒。 等到几人都穿越完毕,这封保密级别,堪称绝密的奏折又回到了朱棣的手里。 朱棣单手拿着厚厚的奏折,在另一只手的手心拍了拍, 吉儿问道,仲卿既然已经都看过了,不妨说说自己的建议呢? 赤儿,你替他们开个头。 朱高赤心中咯噔一下,他本以为父皇不会逼自己表态, 但没想到父皇的画风直接转向了他。 朱高赤不由地在心底叹了口气,这种事根本不需要讨论啊。 朱高赤心知肚明,自己是不适宜参与此事的,因为这不仅牵扯到国家根本, 而且会得罪一大批自己潜在的政治支持者,也就是士绅阶层。 而改革这种事,一般来讲也都没什么好下场, 最终结果可能就是改革派和守旧派两败俱伤,甚至国家元气大伤。 朱高赤的政治嗅觉足够敏锐,事实上,朱高赤每节课一路听下来, 就已经知道改革之势,已然是不可避免了。 当然了,很多事实上的改革动作,包括贪役入母,大明国债, 增加礼部职权这些事,都已经在做了, 只是没有大张旗鼓的冠以改革的名号, 也没有梳理成为系统性的改革思路。 而且,这件事注定会随着江星火出狱时间的迫近, 愈发迫在眉睫。 但是朱高赤万万没想到, 刀眼竟然会动手得这么急。 甚至于,都没等到江星火的最后一节课, 刀眼就已经准备齐全给父皇上奏折了。 按理说,不应该等江星火出狱后, 让江星火与父皇当面奏对吗? 但朱高赤却旋即醒悟。 这里面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道眼认为江星火在朝中的资历、 岁数、能力还不足以作为改革的棋手, 隐藏在幕后只会或许更好, 这里倒是没有瞧不起江星火的意思。 而是客观地、实事求是的来讲, 江星火现在在世人眼里的政治条件, 确实差了一点点意思。 论岁数,20出头,矛头小子一个, 这个年岁的人大多数还在参加科举, 从政的门槛都没迈进去。 嗨嗨,江生的科举成绩也并不理想就是了。 秀菜考了两次,到现在也没考上。 论资历,毫无资历可言, 没进入过朝廷,也没参加过靖南, 文臣勋贵两头不战。 论能力,迄今为止, 江星火虽然拥有种种超越常人, 近乎先述的能力, 譬如预知未来,洞察一切,知识奇博, 但还没有表现出任何在政治斗争 和行政事务上的能力。 所以,朱高赤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导演这么做, 不是想要冒贪天之功为己有, 把江星火的这些知识和理论 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 而是,导演认为, 以江星火目前在世人面前的形象, 或许还不足以成为改革派的领头羊。 换言之,导演打算替江星火 扛起吸引最多仇恨的改革派大旗。 怎么? 这是朱棣盯着出神的朱高赤, 问道, 你觉得这让你为难了吗? 朱高赤顿时一惊, 他连忙回过神来摇头道, 而臣绝无此意。 朱棣皱眉道, 那你为何不肯发表看法? 这! 朱高赤一时间哑然失措, 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和尴尬之处, 别说他作为大皇子不应该表态, 就算表态, 也不应该是在这种场合发表建议啊, 父子二人私下说不好吗? 毕竟, 无论怎么表态, 都会对朱高赤这个实际主持内阁工作的常务父皇帝, 在内阁成员心中的地位造成影响。 可朱高赤毕竟还是有政治敏锐度的, 他察觉出了一点端倪, 父皇这句话的意思是, 他想要借此敲山震虎, 借自己之口, 让内阁成员知晓他的态度。 朱高赤想到这里, 心中一阵苦涩, 自己莫非真是被父皇看准了, 以后必定会被文臣拿捏, 所以现在要逼自己一把。 朱高赤想不出极为恰当的答案, 不过这种时候, 朱高赤当然不会傻乎乎地乱说话, 因为朱高赤知道, 一旦自己说错话, 恐怕立刻就会遭到内阁成员们在心里的反对, 或者父皇的否定, 不是储君的大皇子实在不好当啊。 朱高赤心中飞速转动着念头, 忽然灵机一动, 干脆顺着父皇的话往下说。 儿臣认为, 导演大师所上奏的变法八册确实是极佳的, 以突强国复明之心也是好的。 大儿臣觉得, 这件事情, 待会儿最好还是要问问朝廷众臣的意见, 最起码要先问问六部尚书的意见, 通了风打个招呼, 以免闹出误会。 朱高赤这番话可谓滴水不漏, 既显示出了自己的谦虚和顺从, 又委婉地提醒父皇, 现在不能贸然行事, 至少要等六部尚书发表意见才能拿主意。 说白了, 内阁这群青年才俊, 此时还掌握不了大明帝国文官系统的话语权。 杨世奇文言, 顿时露出赞赏之色, 微笑道, 陛下, 臣也赞同大皇子殿下的意见。 谢靖的眼睛闪烁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有点僵硬。 平时一贯趾高气扬的他, 今天明明是触及到了切身利益的事情, 却反而耸了。 谢靖看了一眼, 把头埋得滴滴的虎广, 恍惚觉得, 几个月前, 好像这一幕也出现过。 而内阁里地位仅次于谢靖的红武朝自立尽是皇怀, 则是谏言道, 陛下, 臣等愚钝, 光看奏书, 很多事情还有所不解, 若是陛下想要臣等提出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不妨动劳道演大师入宫一趟。 朱棣看了皇怀一眼, 却没有反驳什么, 只是摆了摆手, 吩咐身边的三皇子朱高岁宣召道, 传证口谕, 宣道演大师入宫敬见, 宣六部上书入宫敬见。 是, 父皇。 三皇子朱高岁领命退了下去, 胡广松了口气, 心中暗存, 幸亏大皇子和皇怀聪明, 如此既拖延出了时间多四辆片刻对策, 又能拉上六部上书, 这些庙堂大佬分担压力。 不过此时, 本来以为能消停片刻的那个众人, 却惊奇地发现, 一个最不该出生的人表态了。 素来被认为老实敦厚的胡言, 慢慢地走到朱棣面前, 跪拜道, 陛下, 臣已为此事不妥。 哦, 朱棣挑了一下美貌, 目光落在胡言身上。 胡言, 南昌人, 通览天文, 地理, 律力, 不算等, 又对天文委后学有较深造诣, 其人从不与人争先, 性情稍显憨执, 乃是公认的老实人。 而且, 相比于行政官僚的位置, 身为管阁素如的他, 似乎更适合当提学官员, 毕竟如果光以国学功底来论, 恐怕就连才高八斗的谢进都比不过胡言, 这般扎实。 胡卿不妨说说, 朱棣没指望胡言真能说点什么, 可行建议。 毕竟, 现场的内阁众人, 无论是论极致还是谋划, 胡言几乎都是排在最后的, 甚至连墙头草胡广, 论起这些来都能说比胡言强。 在众人的心中, 胡言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老实人, 而胡言这老实人辅一开口, 却是石破天惊, 臣以为天变足位, 祖宗足法, 人言足序。 胡言的语气平淡至极, 仿佛在汉林院中与同僚心平契合的智学探讨经意, 可这不由得让内阁众人心头惊骇, 皇帝让你说那是客气客气, 你是真敢说呀。